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复活期第七主日 你认识天父的爱和宽恕吗 让今天5月29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让他们认识你 现在让我们带着平静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七章 第二十至二十六节 那时耶稣举目向天 祈求说 我不但为他们祈求 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 而信从我的人祈求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父啊 愿他们在我们内 合而为一 就如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 为教世界相信 是你派遣了我 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 赐给了他们 为教他们合而为一 就如我们圆为一体一样 我在他们内 你在我内 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 为教世界之道 是你派遣了我 并且你爱了他们 如爱了我一样 父啊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愿 我在哪里 他们也同我在一起 使他们想见你 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 因为你在创世之前 就爱了我 公义的父啊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这些人 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 我已将你的名 宣誓给他们了 我还要宣誓 好使你爱我的爱 在他们内 我也在他们内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很多圣经学者 会把若望福音的第十七章 称为耶稣大司祭的祈祷 学者Francis Maloney 认为理由之一 就是经文的内容 围绕在一个重要的主题上 那就是 让世界认识天父 耶稣说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因此 他降生成人 宣讲福音 服务各种有需要的人 愿意受侮辱 愿意背负十字架 愿意接受死亡 原因就是因为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你和我认识天父吗 认识他的美好 他的能力 他的宽恕 认识了这样的天父 是否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今天 我们就是延续耶稣基督的使命 在受洗时 我们也分享了主耶稣基督的司祭职 成为了普通司祭 我们也背照去让世界认识天父 在每天祈祷时 在参加弥撒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天父说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那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怎么生活呢 我要怎么做抉择呢 有一首圣歌的歌词说道 带领我到人们心中 分享主美妙的话语 分享生命珍贵的意义 在缺乏希望的角落 在缺乏慈爱的心底 全是因为不够认识你 主耶稣来到世界 已经过了两千多年 但许多人仍然没有得到 祂的救恩 宽恕 爱 平安 太多人仍然缺乏希望 缺乏仁慈 让我们勇敢的 慷慨的 喜乐的 不求回报的 让身边的人 和在远地的人 认识天父 让我们今日 重复主耶稣的话 我已将你的名 宣誓给他们了 我还要宣誓 好使你爱我的爱 在他们内 请品尝圣言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透过你的 私言行为 别人能认识天父吗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让我更像你一样 使世界知道天父的美好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 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他人 因我们仁慈的心 喜乐的生活 能认识天父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